网红小龙虾 蛋黄小龙虾 蒜蓉小龙虾 下面下面下面 馒头片 抹抹这个红糖 人的FR-一顿不吃饿乐矿 今天是无意加气咸的蛋味菊菜 这个地儿是我们同事选的 听说是天津市排名第一的小龙虾 就是这儿 禁灵暴走 小龙虾 你好 定好了 14位13位那个 多少点了8进小龙虾 今天我就不点太了 我就直接抖流程了 今天这个口罩好看吗 好看 前两天还有朋友说 让我吃顿小龙虾 结果今天同事们就定了吃小龙虾 炒菜馅 底红是半白糖 柠檬凤爪 鸡蛋鞍的豆腐 这还一个纯皮蛋 这都是凉菜 看看就完了 一会直接吃龙虾 吃酸香味的小龙虾 这个个头算大算小呢 我也没概念 其实我很少吃这东西 不是因为我不耐吃 是因为我鲜麻烦 我先露开一个看看 一家一顿 香拉虾 这个香拉虾不错 麻大鱼拉 虾肉的品质也行 炸的这皮还特别酥脆 来来来 喝一口 喝一口喝一口 这个是网虹小龙虾 网虹什么味儿 网虹发甜 像这虾头一般怎么处理 你们是怎么吃 这是一锅香辣蟹 来一口这香辣蟹 我特别不喜欢啃这种东西 我先费劲 吃着特别朗克 蛋黄小龙虾 这个小龙虾的蛋黄都锅完了 蛋黄就锅了 炖不出来 我印象当中是可以直接炖出来 蒜蓉小龙虾满满都是蒜 能的 不给我爆个虾子 我真不喜欢爆烟碗 这别人给爆了就吃出香味来了 这个主题我派完了 都没了 红糖瓷巴 这个红糖瓷巴 我太喜欢吃了 下面下面 下面 吃完小龙虾 下了一碗面条 这个面条没啥意思 口粮 就是普通的切面 再来个炸馒头片 蘸点炼乳 魅果鸡蛋 口感就特别酥脆 战上这炼乳绝对棒 这是红糖瓷巴那个盘 先溜着头红糖 馒头片 抹抹这个红糖 这样更好吃 都吃饱了嘛 吃饱了 剩下的别浪费 笨瞧我 仅日不是我消费 1300元 OK 祝大家劳动节快乐 拜拜